来给你们看看这个建筑 知不知道是什么 哇 好脆 我的口水都已经开始流了 哈喽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不看翡翠了 今天我们到当地的歹族寨子里面去吃烤乳猪 然后带翠友们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民族风情 走吧 现在我们已经到歹族村子里面了 来给你们看看这个建筑 知不知道是什么 歹族村子里面的转房 一般的话呢 村子里面它会有两个啊 一个就是工房 一个就是转房 工房的话呢 就是村子里面要办一些洗事啊 或者说丧事啊 都会在那边举行 然后我身后这个转房的话呢 一般只有歹族人民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在这边举行 就比如说是泼水节 或者说赶摆啊 歹族的一个出袜 进袜 相信也有很多村友们会知道哈 那这边就是 烤了一两个小时了 这个 有一两个小时 对 看一下 你看 这个一两个小时的烤乳猪 这样子吧 下午就可以吃了 这烤乳猪 应该还要两三个小时吧 我看着这个形式 你看 这个是一两个小时的一个状态 这个猪皮要把它烤干了才能吃 才脆 要把它烤脆一点才好吃 你看 下午我们就可以放在饭桌上了 两个小时后 哇 你们快过来看我们这个烤乳猪 已经烤了将近五六个小时了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我的口水都已经开始流了 看看它的正面 肚子里面 这个它是腌了又腌的 现在我们的这个烤乳猪 已经可以上锅了 那么 现在第一刀呢 就由我来开始了 怎么切呢 先把这一部分吧 你看这个都烤爆掉了 哪个打我屁股 我就这样 哇 好脆 这个脆的声音 酥酥脆脆的声音 有没有听到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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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那碗 我用住了背 老爸哟 嗯 好吃 吃不吃啊 吃啊 自己拿 咱们这个两边还没有熟啊 所以还要烤一下 中间的话要把它给切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到这了 因为的话呢 现在天已经黑了 我们得赶紧赶回到瑞丽那边去 今天的话 主要就是带翠友们 你们去逛一下那个 当地歹族村子里面的一个转房 还有就是火烧猪特别好吃 下次的话 如果说你们来到瑞丽的话 手上可以专门带你们过来吃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我是双双 好事成双的双 记得关注哦